看起來我們800GB的檔案傳到最後 我們的速度還是維持在400mA左右 就看起來是一個還不錯的速度啦 就一直寫入亂七八糟有大的檔案 小的檔案竟然還可以一直維持在400mA的速度 我覺得還不錯啦 那我們再繼續執行下一個測試吧